有位妇女,丈夫进城不考状元,但几年都考不上,没脸不敢回乡,其家婆想抱孙,一直催她生死。 但丈夫不在家,如何生死?她想写封信给其夫,但当时社会保守,她不能直接叫丈夫回来生死,于是她写了这样一封信。 丈夫收到,但看不明白性的内容用意,只有请教老师,老师读了就,据了一首诗解释性的内容用意,丈夫看了就立即回家。 《梦初浪的海潮感》 陈长梅花,无液蚧 夫若无心,奴不悔 教奴為某客人們。